Copper Safe公司的创办人迪伦·克拉克和康纳·克拉克是一对兄弟,分别只有14和16岁,目前是基督教学院的学生。 他们同时也是公司的执行长兼行销长,并在第一个月就出售了数以千计的口罩。 他们希望在北卡罗莱纳州能扩张到三家工厂。 迪伦·克拉克表示,他正在与几家世界500强的公司洽谈,为他们的员工提供口罩,同时也在接洽一些国际交流学校,为他们生产引有学校logo的口罩。 康纳·克拉克表示,他们注意到,很多孩子因为戴耳挂式口罩而感到闷热,但是他们生产的口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因为都是挂在脖子上,可以自由地上下拉动。 迪伦·克拉克表示,口罩都是由铜制成的,而铜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抗菌剂,可以自行消毒,具有防止传染病传播的能力。 他们的目标是希望每个美国人都戴上Copper Safe生产的口罩, 而现在口罩在Copper Safe官网上以14.99美元的价格出售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